一些什么事情的话 如果你是普通百姓 你要去找领导 那当然你就只能去信访处和直接 或者你是一些中等级官员等等 你要找领导 包括你县的乡的这些 你要到市里面找领导 那你一般你就会通过 办公厅秘书处 去约见领导吧 这个就是从正门进去的 这个好像看起来挺正路吧 那一般情况下 假如我所讲我的经历呢 是在一个二级城市吧 二级城市的市长 市委秘书这个层级 来讲我的故事 那如果你想在 如果你是一个地方小官员 或者是你一个企业 你想通过一个很正的正途 去约见领导 那你只能是去通过办公厅去约见 然后约个时间 约什么 那估计这个事情呢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背景关系 或者你的事情不是极为重要 比如说你那个地方有动乱了 有什么灾难了 或者什么东西 你只是想申请一些经费 或者弄一些什么项目 那我估计呢 这个事情就悬了 你就会卡在那个办公厅那个地方 然后呢 你的事情递上去的报告 可能是遥遥无息 然后呢 那个领导呢 积压在领导手上 这事情可多了 然后呢 我们的领导呢 通常的 很多的东西呢 决策呢 实际上都是被这些办公厅的人架空掉的 好了 如果你想 再有一点点的关系 你能够接触到 秘书啊 秘书 我讲的秘书处和秘书处是一个机构 秘书呢 它是一个个人 然后呢 领导呢 这比如说 市委办公厅 那他就有大堆的 这些秘书 然后呢 如果你要找到 市长秘书 或者市委书记秘书 那就是另外一个层级了 这个事情呢 就会更为接近 更为接近 如果你有办法找到 秘书 那你越见到领导的机会 那就比秘书处要大得多了 而这一点呢 就看你的关系 你比如说 你认识领导的秘书 然后呢 这个秘书呢 跟领导之间的关系 挺玄妙的 我跟你 大家讲一讲 大家都认为 可能秘书 是最容易跟领导沟通的 秘书会知道领导所有的事情 比如说领导的情人 领导的贪污腐败 小腐败 其实不是 要我给大家解析一下 这个关系 秘书呢 是有可能从政的人 秘书也是官场其中的一员 很多的领导都是从秘书过来的 那也就是说秘书呢 他是有机会 秘书呢 他是有机会牵牵牵的 比如说 秘书和领导之间关系非常密切 或者领导比较欣赏秘书 那领导生的时候 他可能不一定把秘书继续带上上一层秘书 他会把秘书呢 推荐出去 在某一些 做地方官员 那这样的话 他就有了自己的帮派了嘛 对吧 这个是其中一种可能 所以秘书呢 是有可能跟领导非常接近的 但是呢 秘书 他也有一个风险在哪里 领导会觉得秘书也可能会出卖他 所以领导和秘书之间 如果你要做一些非常黑的东西的话 最好不要找秘书 因为秘书呢 他是可以升官的人 也就是说他可以升官的话 当领导有点失事的时候 他可以出卖领导 变成他的升官的垫脚石 所以通常如果你要解决一些 你想通过一些灰色渠道 或者黑色渠道 去搜马领导 或者跟领导去勾兑什么东西的时候 最好不用找秘书 那秘书处就更不用说了 秘书处就是装模作样的一帮家伙 好 你最好找的是谁呢 最好找的是领导的司机 是最简单的 因为为什么说领导呢 通常领导的司机呢 都是领导腐败和领导太太腐败的代言人 这个是基本上 我所接触到的各层官员 都基本是这样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司机他是没有机会从政的 所以司机他的领导呢 就是他的他的上帝了 也就是说他今天能够做一个司机 能够再为一个领导开车 估计就他的人生事业巅峰了 所以他绝对不会为这个事情 为了换成从这个司机换成另外一个司机 要出卖这个领导 他绝对不会干 但是秘书呢不同 他出卖了领导 他就可以变自己也变成领导了 对吧 所以一般我们要去约见一个市长 市委秘书呢 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司机 然后我给一笔钱 几万块钱给司机 然后司机可能就 明天晚上就可以帮你把市委书记约出来吃饭了 那约出来吃饭以后我们当然就递我们的报告了 讲我们的需求了 然后呢 其实领导吧 还是只要能出的来的事情都能 都能办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需要领导帮我们 办什么具体事 只是领导写几个字 点个头 剩下的事情我们就能处理了 所以从我的经验里面 就说跟领导的司机打好私人关系 让他决心 要那个司机觉得信任你 是不会坑他的 那事情就非常好办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都行 就说你只要跟司机讲好了 给些什么好处 那司机都是有行规的 我具体的金额就不告诉大家了 就约个市长 约个市委秘书 基本上给一笔多少钱就行了 就差不多 这行上都知道的 好了 这些司机拿的钱呢 你也不知道他给谁了 对吧 领导是清白的 然后最终呢 如果有什么事真要出的话 司机就是一个背锅侠 那这个司机呢 他也觉得他值得做这个背锅侠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司机 没有什么前途的 然后呢 因为市长领导信任他 所以他成了领导身边的贴身人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据说原因 据说我举例并不是说司机有多大能耐 而是因为司机和领导没有竞争关系 他不会黑领导 也不会举报领导 但是秘书呢 是随时都可以升官的人 而秘书呢 他就有可能啊 为了这个领导 为了自己未来的前途 他可能会向更上一层的领导 出卖现在的领导 所以这一点的司机 领导呢 其实也挺忌惠这个秘书的 那对于我之前讲的秘书处呢 那个就是从事对公的 没什么意思 就如果你走关系是走不上去的 那下面还有一个层级的关系人 就是我说的领导的情人 如果你自己在某个地方 你能够能领导的情人都是你的朋友呢 那他就比司机强多了去了 你看领导的情人呢 其实这一点就跟我们七哥所讲的 升职器治国了 其实领导的情人是风险很高的 对领导来说 大家看看多少人死在领导手上 你看看 但是领导是很少死在司机手上的 你们注意看 很少很少 很少死在司机手上的 那也有一个典型例子了 就是乘客节 不知道大家知道谁是乘客节没有 广西王陈克节 他就是死在了情人和司机手上的 典型例子 就这个呢 那我讲讲他的故事吧 他是为情人谋利益 然后呢 号称他为情人谋了六千万 不能用现在的角度去想 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六千万的利益 而他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利益 他只是间接就为了情人谋利益 这个情人的利益 怎么跟他扯上关系呢 就是说他为什么情人的利益 按道理他是 别人谋利 他不是他谋利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他关系 最后利益没到他手上 那最后怎么把这两件事情扯在一起呢 就是他的司机招供 说他在车上跟他的情人讲 我给你这些利益 那将来呢 我退休的时候就退下来的时候 就靠你来养我了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就把他们两个的利益链在一起了 这个东西或许是牵抢的 就说对于陈克杰这个案件 我还觉得有点牵抢 就这个很典型 大家都可以知道的 这个中国轰当说轰动中国的 贪腐案件吧 好了 就刚刚扯到这个层级了 领导情人 如果谁能认识领导情人 或者领导情人的朋友呢 那你要解决问题 那就更简单了 可能连就传个话就行 就叫这个情人帮你说好话 还不用我们之前讲的 给一笔小钱给司机 约领导出来吃个饭 立个报告签个名 还不用这样 还做不到这样 那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呢 就是说这些官场现行剧 这个关系就是说 这样了 这几个人的关系呢 所以呢 也就是说我所讲的 就是要解决领导之间的关系 最好找一些合领导 如果你要想通过 不是从政门进去 就通过一些我所说的灰色手段 解决你的企业难题 解决你的地方财政难题等等 最好的方案 最好的途径 就是起领导的司机了 然后领导司机收到的这些东西呢 在将领导司给到谁呢 其实领导表面上都是很清白的 可以告诉你 如果是领导直接收钱的 是的确太过低水平了 那现在呢 我说的这些腐败的领导 可不是七哥讲的那种 盗国贼这种水平 盗国贼他不用腐败 盗国贼直接占用国家资源 直接侵占国家资源 比如说把某个行业归为 什么电力 邮政 银行 等等这些通信 金融 这些归为自己家族 这些才是叫盗国贼 而我所见到的 我可没有这个层级 接触到七哥所讲的盗国贼 我只是接触到下面的硕述 柱崇 而他们呢 是通过 他们是通过 司机 情人 太太 得到利益的 司机呢 是最容易 最是表面上 作为收受利益的 或者收受中小型利益的代言人 而他收了以后呢 你又不能责怪领导 因为你没有 给过任何东西给领导 而这个司机收到的这个东西 究竟他怎么分配你也不懂 按我大概知道呢 就是说 这个司机呢 收到的东西呢 他是通常都是分给了他的太太 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利益链 基本上呢 在这些 我所接触过的好多城市 因为我以前在好多的城市做过项目 我接触过 他们都是这种利益链 但至于到了上层的盗国贼 他们的方法就不一样了 直接大笔大笔的往外输送 那些 然后直接占用国家资源 那这些呢 就怎么说吧 对到官场的这一套东西呢 在 怎么大中国吧 我估计是无药可救了 所以为什么 说共产党是不能改良的 必须灭掉 那今天呢 我也听了袁公益先生讲了几句话 挺有意思 他说 嗯 他现在有人批评他 为什么跑去美国 找美国来灭中国 他说他不是想找美国来灭中国 他说美国也没兴趣灭中国 美国只是想灭中共 而现在呢 我们国内很多人 其实我也觉得挺糊涂的 啊 挺糊涂 真的挺糊涂 国内现在的人 不知道他们的信息问题 怎么都非常糊涂 比如他们 呃 或者吧 也不糊涂吧 这样说 就说 等于我们都说嘛 就贪官嘛 谁都恨 是吧 啊 那恨贪官 那其实上很多人在国内很多人 恨贪官呢 他只是恨自己不是贪官 也就是他非常恨贪官的人 你只要给他当官他也成贪官 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啊 反正我也觉得谁都是贪官 你只要给我当官我也贪 不贪你就没办法 呃 混下去 据说啊 像七哥讲的 其实中共整个政权 从上到下 就是一个粪钢 没有好人的 我告诉你从 呃 我都一直都讲嘛 我就说 贪腐 是从停车场的老大爷开始的 大家有注意这一点吗 据说 比如说你开个车进去 然后停车 二十块钱 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以前的现金就给十块了 就就不开票 他就十块了啊 啊 那你想想这一切的东西 其实整个社会 谁都是想争取 机会去贪腐 啊 都把这个正当成一种正常的赚钱渠道 而社会上也不谴责这个东西 像到现在为止 内的人从来不谴责他 他只要谁觉得谁赚到大的 他就羡慕他而已 啊 只恨他自己 做不了这个层级上的人 罢了 啊 所以呢 这个这样的政府啊 这样的政权 反正是无药可治了 啊 我们就 只能把他灭掉 像七哥讲的 很快就灰飞烟灭 那我觉得真是 我现在感觉啊 世界上多少人拿着刀子准备捅共产党的 哪一天他被捅死了 你也不知道谁捅死他了 啊 这一点呢 是我们爆料革命的伟大 伟大的结果 你想想在三年前啊 在三年前啊 在中共在世界上的地位 就在2016年吧 2016年 2017年之前 中共在世界的地位和当今 中共在世界的地位 大家可想而知 我跟很多人在讨论啊 郭先生 非常多人都不认同 郭先生 在我包括海外的 那在国内的就 谈都不敢谈了 啊 他们都不认同郭先生 啊 而他们不认同郭先生呢 其实 他们就是觉得 嗯 有点酸 啊 文人就有点酸 觉得看不起 觉得郭先生就在催 啊 经常讲一些低级的东西 啊 啊 这个呢 我经常要跟他们辩论 我说你们不是也恨共产党吗 啊 那你是不是觉得 谁有能 最有能力推翻共产党的 我们就应该支持谁啊 对不对 其实这种 不喜欢郭先生的人 很多也是恨共产党 啊 但是他们就是酸 就是妒忌 我可以这样说 那现在你看看 我们这么多的网络 大V 大咖 老师 教授 有谁真正敢支持 爆料革命的 没有吧 他们就是绕着 爆料革命走的 天天喊着 那我给 大家可以看到 这几天的形式就对 袁公仪先生呢 嗯 他可能是 呃 就说人平和一点 所以他同样呢 呃 抱着一个灭共的理念 去去美国 但是呢 你有没有注意的到 大家注意的到 现在有些大咖 大V 他就采访啊 或者连线员公仪先生 啊 而他们平时呢 也天天在反共 但是他绝对不敢提 郭先生的名字 也不敢提爆料革命 其实员公仪先生 所做的事情 跟郭先生想做的事情 是一样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帮人对郭先生是有 呃 很强烈的妒忌性 啊 这个是我呃 我看到的 他们非常妒忌 啊 一天到晚呢 其实他们真的不敢 啊 不啊 不敢面对这个东西 啊 实际上你现在呃 中共在世界上 今天的这么巡迫的 这么倒霉的 我可以这样说 我刚刚才说了 六月份 你有没有注意 六月份 那个中共 和我们当今圣上 那个倒霉啊 你真是天灭中共 所以呢 袁公仪先生 不是提出一个 天灭中共运动 你看看 六月份 那个倒霉事吧 啊 大水 然后呢 印度边境啊 啊 打群架啊 真是荒唐的一塌糊涂 再别说爆料革命 给他一拳又一拳 美国给他一拳又一拳 就说 现在中共的这个 巡迫的境地啊 是真的是 一次我就说了 天意 一个天灭中共 一个就是我们爆料革命 啊 在这几年 在全世界做成的 这种宣传和舆论 啊 让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 政要和人民 都开始恨中共 现在又轮到印度了 啊 印度也开始 啊 掀起了反共狂潮 啊 所以呢 就 趁着这个机会 给大家聊一下了 谢谢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